OK 那现在我们做这个伸摄体验呢 用这个4050来做 那先把温度设置到 你按这个设置键 就可以设置温度和时间 这里是温度在闪的时候 就可以设置温度 时间在闪的时候 可以设置时间 温度设到150度 时间 时间设到5秒就差不多了 OK 再设一下温度 看一下 设置温度 150度 OK 时间5秒 OK 设置压力 压力是第二个绿色的键 OK 绿色的键按一下 按加减 设到3% 5% 设到5%就OK了 OK 我们这个打印的智能 可以放在4050机器的下面进行稍微的烘烤 把烟料烘干 烘干之后 你需要把外面的轮廓用剪刀柴下来 来就这样剪 我们是用那个隔了后的 OK 那就像这样 把图形的轮廓用剪刀剪出来 剪出来之后 我们现在看一下机器的温度快到了没有 机器温度到150度了 OK 那现在开始操作 拖盘 拉出来 T恤刀剪 当然了 不上去 等一会 把它擀平之后 然后 这个T恤纸呢 打印好的T恤纸呢 它是有两层的 有一层胶的 把它撕开 OK 撕开 撕开之后 这样平放到 平放到T恤上 那上面可以放成隔热纸 当然你可以用一块隔热布 把它跟发发盘之间隔起来 OK 放好 然后就 托盘 工作盘推进去 推到底 下压 只需要五秒钟 弹起来 注意看 这样 突然就印上去了 刚才白色胶的 白胶的部分 镂空的白胶的部分 可以用这个 我们可以用剪刀来裁剪 也可以用这个激光 裁客机来裁剪 OK 这个器呢 在我们公司也有售卖 这些东西 我可以用剪刀来 这些东西 我可以用剪刀来 我可以用剪刀来 我可以用剪刀来